雪中汗刀行第34回 徐凤年只觉得悲从中来啊 奈何换了春雷刀也不是这白虎脸的对手 立即就有骨子马上去闭关练刀的冲动 练他个几百年还怕练不出个天下无敌吗 世子殿下都落魄到只剩下这种自我催眠了 白虎脸呢 一旁是自顾自喝着酒 单凤眼斜撇见徐无赖吃憋 心中也只有一个舒畅 两壶酒一下肚那是暖胃 话一说出口确实暖心呢 难怪徐乞丐当年游历途中 那般穷困潦倒还是压尖嘴里 有时候言语最能气人 似乎比秀东春雷还要锋利些 白虎脸喝完酒 两只空酒壶放在脚边 望向平静湖面微笑 那天晚上的北梁歌我听了 词甜的不错 就是谱曲有点利索不逮 浪费了一千零八个字 徐凤年指了指自己 干笑 欠量吗您的 正是本世子谱的曲 白虎脸打了一拳也给了颗枣子 我说不好 那是因为有词诸语在前 你的曲子若是单独搁在一边 还是超乎我意料很多 以后好像不能再骂你草包了 徐凤年直听听后仰 躺在地上 无所谓道 骂吧骂吧 好不容易撞进个骂我 我都不生气的家伙 我不能浪费了呀 白虎脸问 那如果换作别人骂你 徐凤年天经地义的说 先回骂 再往死里打呀 白虎脸恍然 难怪北梁都在说你 跋扈骄横 徐凤年故作深沉的说 想必你看出来了 都是我装的 其实啊 我是卧心长胆的 总有一日我要一鸣惊人 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本世子的文质武功 白虎脸用懒道 你不是装 你是顺水推舟 你本来就是脾来破脾的性格 徐凤年彭扶大笑 白虎脸 还是你懂我呀 刚才你怎么说来着 记起来了 你要是女人 我就娶了你 白虎脸没搭理这一茬 轻轻问道 你这种懒人 竟然会学刀 真的是为了老黄 徐凤年摇头 不全是 我这辈子十有八九 是打不过老怪王先知啊 自然也无法取回老黄的剑下 这一点我很清楚 只是我偷偷想 打不过王先知 总还可以等他老死的那一天 这天下第二 若能再活个六七十年 那算他狠 本世子是心服口服 要是活不到那一天 我就去把五帝城给他拆拢 白虎脸笑问 那你在王先知病死老死前 就不去东海 徐凤年认真的说 去 可能正月一过就要出北梁 一些债要还 一些人要骂 一些人要杀 当然 也会去一趟五帝城 白虎脸转头望向躺着的 世子殿下疑惑 既然打不过 拿不回剑下 去坐肾呢 徐凤年平静 就是去看一看 不去看 就怕一年两年三年 这么慢慢过下去 把老黄和剑下都给淡了 给忘了 白虎脸想了想 也笔直躺下去 双腿伸直轻声倒 似乎跟我一样 就怕自己一口气撑不住 就把什么都给忘了 当初给你绣冬是对的 现在换给你春雷 月末是不会差 徐凤年贼笑道 白虎脸 可惜啊 你是男人 白虎脸还以颜色 眯起毛子笑 可惜 你不是女人 徐凤年闭上眼睛 白虎脸柔声的说 你要出北梁 我不会跟着 武库有五楼秘籍 我登上最后一楼前 绝不出楼 所以你那个条件 能否换一个 不等徐凤年做出回答 白虎脸继续说 你若不答应 偏要我跟着走一趟江湖 我仍会实现诺言的 依然闭目养神的徐凤年 扯了扯嘴角 戏把秀东换春雷就足够 老黄说了 人呐 要知足 才能啊 饱度暖心 你听听 这道理说的 难怪他能耍出那九箭 我觉着吧 这才是高手 去他娘的 王先知正太阿曹官子 白虎脸跟着闭上眼睛 竟然昏昏睡去 清晨醒来 白虎脸猛然坐起 脸色雪白 身边秀东道乱颤精明 等到白虎脸发现 身上披盖着一件 眼熟的雕球 这才迅速镇静下去 自嘲的一笑 却说徐凤年找到江泥的时候啊 他正提水洗衣 几件单薄 泛白的衣衫 都舍不得用力搓洗的那种 看见徐凤年 这些年好不容易 从太平公主 长成威平公主的女婢 面容古板 对世子殿下视而不见 徐凤年听说了 二姐回到王府 虽然对自己不理不睬 可私底下却把眼前 这个傻乎乎写出 大跟角试沙铁的丫头片子 给石头惨了 徐凤年才不心疼啊 持有幸灾乐祸 让你闹 让你不老老实实的 收拾那块小菜园子 江泥似乎眼角余光 瞧到徐凤年 不怀好意的笑脸 脸色更寒 一不小心 便将清洗衣物的力道用大了 眼中充满着懊恼 动作立刻又清缓起来 再顾不上跟徐凤年斗气 这世子殿下是闲来无聊 便能随手弄出一套 满城可闻的 北梁哥的 喉门浪荡子 而她呢 只是连几件衣物 都不敢用力清洗的女币 与她怄气算怎么回事 徐凤年看了眼 江泥的 红洞的脸颊 不笑的时候啊 酒窝更浅了 再看她的眼眸 死气沉沉 是被二姐教训一通 便心灰意冷了吗 绝了 那要杀自己的心思 这不像是这疯丫头的 一贯作风啊 难不成二姐这趟回来 下了分量过重的猛药 徐凤年略做思量 便笑着说 接下来的日子 去梧桐院读书给我听 一个字换一文钱 这笔买卖 如何呀 江泥想也不想 斩钉截铁 不读 徐凤年不紧不慢的说 要知道 我让你读的 可是武库里的密集典籍啊 你不读 不赚这个钱 江泥眉头紧锁 洗衣服的动作 更加细致缓慢 徐凤年转身便走 江泥冷哼一声 继续低头洗 他才不上钩 这徐凤年远远传来嘖嘖声 一字一文 千字便是一贯 一天十万言便是一百贯 一年算去休息 怎么都有三万六千贯 年终就是腰缠他三万贯 想想都豪气 可惜咯 江泥撇了撇嘴 徐凤年看似愈情愈远 声音却依然清晰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还有一句古话怎么说来着 读诗三百首 不会做事也会饮 得嘞 我还是让红薯绿衣这几个丫鬟 帮我读书 听着更悦耳 江泥扭头朝着徐凤年狠狠的呸了一口 徐凤年对待江泥从来如此 只是逗弄几下 撩拨几下 把他惹脑得像一只炸了毛的小野猫 但是徐凤年呢 从来都不弄伤他 兴许夹杂了许多个微不足道的善意 都只是啊 被江泥忽略 或者是视作挑衅罢了 等世子殿下消失于眼角余光的视野 江泥愣愣出身 他虽然出身荣贵顶点 可几岁大的孩子 哪能对金钱有何感触啊 后来啊 被裸进了北梁王府 过的是倾苦至极的贫寒日子 现在的月钱 不过是二两不到 腰缠万贯便是一万两白银 当真是想都不敢想 江泥对赚钱的营生兴趣 其实不大 真正吸引他的 是那渴望而不可及 很多年的武库秘籍 他当然知道 徐凤年这刻薄恶人 在武当时在拼命的练刀 一刻不曾停歇松懈 如此一来 江泥不禁自问的 那缠绕捆绑在他手臂上的 一柄神符还能做什么呀 几年前便刺不死世子殿下 再过几年 就算有一百柄 一千柄神符 那就能刺得死吗 可要答应了为他读书 徐凤年何等的腹黑奸诈 这里边就没有圈套 等着自己往下跳吗 江泥眼神空洞 茫然走到了小雪人面前蹲下 哀默大于心思 徐凤年站在阴影处 瞇着眼睛望着小泥人和小雪人 大祝国徐霄神出鬼没站在身后倾笑 看了十几年还没看够啊 徐凤年翻了个白眼 徐霄瞥见春雷换掉了秀东 一了一声好奇的问 呃 怎么骗雷的 徐凤年冷哼道 别跟我装糊涂啊 王府还有你不知道的事 徐霄微微一笑 既然被你和白狐脸 寻见了底下门道 那就陪爹 再去一趟灵堂吧 徐凤年恩了一声 沉默着跟着驼背的徐霄 走进听朝廷 徐凤年智出春雷 打开门 看见徐霄空手而入 徐凤年小声道 不敬酒吗 徐霄头也不回平单的说 不需要 就我一个活着 敬什么酒 谁都喝不着的玩意儿 到了被徐凤年 视作阴间地府的灵堂大厅 徐霄坐在垫子上 朝徐凤年招招手 示意一同坐下 徐霄等儿子坐下之后 指了指正前方的一块牌位 陈琼 陈芝豹的父亲 金辽一战 他把命换给了我 否则今天这个位置 就是他的 一缺打败 这位号称晚人敌的王俭 双手硬托起城门 让我逃命 他的尸首 被剁成了肉泥 马岭 征战西楚 我与敌军 与西雷必苦苦对峙两年 全天下人坚信 我要与西楚皇帝联手 然后将天下南北化疆而治 好不容易在京城当上官养老的马岭 为了替我说话 带着北梁旧将一共十四人 不惜全部以死 替我表忠 冬月行秋 一喝酒就喜欢用那副破嗓子高歌的范梨 也走了 西蜀境内 离皇宫只差十里路 军师赵长林病死 只差十里啊 他就能手刃灭他满门的西蜀昏军 韩丽 他本无死罪 魏树军纪是我亲手斩下了他的头颅 徐霄一块一块灵位指点过去 徐凤年浑身颤抖 徐霄瘀着站起身 挺直了腰板 望着一层一层堆积上去的灵位 冷笑道 凤年啊 等你出了西凉 爹 便要去一趟京城 我倒要看看 谁敢要我的命 他们那点力气 可提不起 人徒徐霄的 向上人头 江泥不愿读书 梧桐院里却有一大把 峭壁 争着抢着 给世子殿下 朗读点击 红鼠的嗓音最魅 徐凤年便让他读一些南海观音庵的武学经文 绿椅的声音较为稚嫩空灵 就负责一些类似走剑的口诀秘籍 黄瓜这妮子啊 最是跳脱活泼 不失大气 就让他读武库里最为旁门左道的 青鸟最为清正 则适合太平内景经 这类天机浩然的道教宝典 欲求人仙者 当力九十善 欲求地仙者 当力三百善 欲求天仙者 当力一千三百善 今天呢 便是由青鸟 读着泰玄感应篇 徐凤年不像以往 枕着红鼠大腿 或者是把玩着绿椅的手指 而是正今微坐在窗口 春雷离翘 一根手指在刀身上划过 得了一身道门大黄庭 徐凤年种种本能 妙不可言 例如此时 仅是听着青鸟读泰玄 徐凤年便觉得 口中今夜如瀑布冲玄鹰 名堂留丹田 真气留塔 头部热针一般 四肢百害融融 其眉心如蹄 一颗稻树红枣的印记 隐隐 由红入紫 竟有龙虎山天师 紫气东来的 宏大气象 大黄庭之所以称之为大 是这无上 胎西法部 同一般道教的 内功心法 而是一气 喝成三黄庭 脱胎于 道书祖宗老子 一气化三清 大黄庭 是玄而又玄的修行 大概是武当掌教 王重楼 不愿世子殿下 将他一身修为 坐实山空 托其牛的叮嘱了两件事 徐凤年睁开眼睛笑道 王掌教说 大黄庭是一股活水 若无法在十年内 精益求精化为己用 迟早会荡然无存 应该不是吓唬啊 再就是老真人 怕我被他领进了 宝山雀部之如何减宝 特意解释了大黄庭的六重天阁 即六种境界 这倒是很像听朝廷的上六楼 如今白狐连已经马上要去三楼 我呀才一脚刚进楼 青鸟放下太玄竹简问道 殿下开窍多少了 徐凤年将逐渐熟悉了手感的春雷刀归窍 指了指眉心 对大黄庭来说开窍不难 难的是将这三清器留住 开窍越多流失越多 我若一日懈怠便要入不敷出 这位武当长教对自己狠 对我更狠 青鸟愣了一下 笑而不语 徐凤年拿过青鸟的一缕青丝 默念了一句 玉池清水上升连 体和无病深不孤 行神相守不死先 便可一脚登天门 青鸟疑惑道 殿下 这是哪本书里的 徐凤年扶摸着他柔顺的青丝 自嘲道 就不许我胡揍几句啊 青鸟神采奕奕 二等丫鬟黄国躲在门后 鬼鬼祟祟 似乎不太情愿进来 这可是反常啊 徐凤年小骂 要打算在那站一辈子啊 黄国一脸不情愿的进了屋子 小声道 殿下 那姓姜的丫头在院子里 要不小碧把他赶走了吧 这徐凤年闻听哭笑不得 让他进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中秋那会儿自作主张 不让于又威采摘桂花 这事可不地道 我怎么听说 梧桐院里就属你 最爱吃他做的桂花糕啊 以此能吃一大食盒 我说这冬天 你怎么胖了好几斤呢 都是吃桂花糕吃出来的是吧 再胖下去 小心你以前的衣裳 都得换了啊 黄国满脸张红 徐凤年挥挥手 灵力丫鬟委屈的出 把姜姨带了进来 青鸟主动离开 徐凤年看着姜姨 姜姨看着徐凤年 谁都不认输啊 就看谁的耐心好 等徐凤年不急不躁的 拿起内卷竹简 泰旋感应片 姜姨这才狠狠的说 你说的那笔买卖 还做不做数 徐凤年倒也不装傻 做数啊 姜姨一点 没有有求于人的觉悟 开价道 一字两文钱 我才给你读书 徐凤年坚决的说 没得商量 一个字 一个铜板 姜姨沉声平静 两文钱 徐凤年望向他摇头 一文 姜姨转身便走 徐凤年微笑 一字一文 你可以每日多读些书 一样啊 能把我读穷了 走到门槛的 姜姨他犹豫了一下 徐凤年笑道 我手上的这泰玄感应篇六千来字 读完便算你七关钱 如何呀 将你转身 回到了屋内 这笔生意总算是没谈碰 只不过他冷着脸 站在离世子殿下最远的角落 伸出手 徐凤年哪会不知道他的臭脾气啊 把这泰玄就丢了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